今天也帶來了一個很珍貴的 因為歌物劍嘛 所以就順便想 因為有一篇文章我提到 提到一個物件叫蜘蛛 為什麼叫蜘蛛呢 因為牠長得像蜘蛛嘛 這個形狀的東西 現在應該有很多年輕人不知道 也沒看過牠 很多人應該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吧 是幹什麼的呢 可以貼在衣服上 可以讓蜘蛛珍拿去做視覺創意 這個是這樣 因為以前年輕人聽唱片 他們有兩種唱片的規格 一種是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轉的 LP唱片 專輯 它一面二十三分鐘 兩面四十六分鐘 可以放十幾首歌 另外一種就是四十五轉的單曲小唱片 單曲小唱片 像這樣子 然後因為以前有點唱機 點唱機它可以有自動翻面功能 所以牠中間這個洞開得比較大 牠要配合那個點唱機的機械構造 牠就可以自動翻面 所以點唱機在那邊弄弄弄弄 還有一些以前的塑膠殼的手提是唱機 那牠就真的沒看過 牠會有自動翻面的一個桿子 所以放完A面牠會自動翻過來 但那個洞就要開比較大 但是有一些唱盤可以同時放三十三轉 跟四十五轉的唱片 那三十三轉唱片的洞比較小 我們應該比較有印象嘛 對不對 大張唱片的洞是小的 對 洞小小的那個 這時候就需要這個 這就是轉接環 你把這個啊 剛好可以卡在這個洞裡面 對 這樣就可以讓那個唱機去放它了 這個小東西啊 應該歷年來賣了幾億個出去 在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的時候 但後來單曲的市場萎縮了 所以這個慢慢的也就視為了 那現在已經是MP3時代了 所以當然大家根本看也沒看過 用也沒用過 對 但這曾經是 我們的長輩的青春的一部分 對 那講到The Beatles 當然 我大概對西洋流行音樂的啟蒙 就是聽The Beatles 但有一天聽到 我從我娘的抽屜裡面 找到一卷The Beatles的錄音帶 是精選集 一聽之下就 非常的興奮 激動 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覺得比我聽過的所有的西洋流行歌都好聽 有些歌當然有印象 Yesterday 誰沒聽過啊 Hey Ju 一定都聽過 很經典這樣 但是你聽到那個原唱 這麼清楚地聽 就覺得好感動喔 The Beatles開始教我 做一個認真的聽音樂的人 我就想要知道更多 就想要查更多資料 就想要去買更多的書來研究啊 所以就慢慢一頭栽進去 就想要知道同時代還有哪些作品 誰影響他們 他們影響誰 當時的競爭對手有誰 就一下 一發不可收拾 就是 那個時候開始的事情 到現在還在繼續嘛 所以The Beatles就變成了 而且我一直到現在 還是聽到他們的歌 他們的歌變成我身體的一部分 那個就是一種 沒法說 你知道這些歌的故事 你知道這些歌是怎麼錄的 你知道歌詞在寫什麼 但是 為什麼這些歌有一種 你一聽到就無法抗拒的那一種 就是會有一種 感情上面的共鳴 那沒辦法解釋 那真的沒辦法解釋 就是 你被Beatles感召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而且不只感召到我 全世界一億萬萬的人 都被同樣地感動到 所以 我在三年前 才第一次有機會去利物浦 就一個人跑去逛了他們的故居 然後一個人跑去草莓園 John Lennon小時候會去玩的地方 然後一個人去 去了Matthew Street 他們發跡的那個俱樂部 對 我今天還穿了這個T恤來 Carbon Club 就是他們在利物浦的 發跡的那個俱樂部 然後還 當然也去了 The Beatles Story 他們的一個利物浦的博物館 對 他們的很多很多珍藏的物件 那那一趟回來就覺得很興奮 因為你知道所有的P頭迷 都要去一次利物浦的 潮盛 就好像穆斯林一定要去一趟賣家這樣 那回來就跟朋友聊起來 剛好有朋友在旅行業工作 就說不然麻煩你來弄個團 我們帶個團去利物浦潮盛 順便去倫敦 倫敦也有他們的錄音室 IP Road Studios 他們在倫敦有很多痕跡 他們最後像演唱會是在 他們在倫敦的公司屋頂上辦的演唱會 對 那一場也好棒 我想說這種團有人會參加嗎 那種搖滾阿宅團 沒想到還真的有不少人報名 所以後來就帶了十幾個台灣的朋友 就真的去了利物浦跟倫敦朝聖之旅 劈頭搖滾進香團 我有最後一個問題 老師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音樂對你來說是什麼 音樂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吧 我覺得對我來講 音樂就是跟讀書啊 看電影啊 看電視啊 跟朋友聊天啊 它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啊 甚至它跟吃飯喝水睡覺一樣 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沒有那麼講究聽音樂的器材 我沒有那麼講究唱片的版本 但是在適當的時候 我會讓自己更專心的去聽一些東西 對 更多的時候 也許我只是很隨意的 就點點個YouTube來聽一下 也滿開心的 對 我從音樂裡得到的這些快樂 得到這些獎賞 我可以把它分享出去 這本來就是很快樂的事情 而且居然還有人願意付我錢 讓我做這件事 我就更開心了 對 我覺得我很幸運 非常謝謝老師 哪裡 謝謝你 謝謝會員